TVB艺人王祖兰今年真的恩喜临门 除了目前幕后都有份参与的电视剧大卖 又成功在TVB台记向女友李亚男求婚成功 最新又宣布把电视剧班上舞台变成演唱会 除了恭喜王祖兰事业爱情两丰收之外 也真的要为她过人的时间管理点个赞 最近除了要应付一堆的工作之外 还要为明年2月14号情人节的婚礼做筹备 王祖兰表示一切都在有条部分的进行当中 日前还抽空跟李亚男去婚姻登记处 递交你结婚通知书 不过这个通知书跟我们认知上的领证 那分别大了去了 我们登记是排期不是真正的注册 只是因为那天签婚书的时候呢 要先在政府里面登记 如果不是的话呢 否则就会变成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政府不知 那所以我们原来 后来有人又告诉我 其实你不用啊 你只是邀请一个律师过去就可以了 我又不知道 因为原来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教会 然后教会叫我们 每一个信徒也要这样做 那我们就去做了这样子 其实不管是领证结婚还是求婚 先后顺序有多混乱也好 当天王祖兰跟李亚男在一起的时候 就已经被认定了永远都不会分离 还是谈谈我们更感兴趣的婚礼吧 王祖兰表示已经逐步向婚宴的宾客发出邀请 不过就再三叮嘱以下注意事项 现在这里说了 所有来的嘉宾麻烦你们 我虽然还没邀请你 如果你们受到我惊喜的邀请的话 记住那天的主题是童话世界 所以你们不要穿什么西装啊 然后很漂亮的婉装过来 就算你们真的要穿这些婉装 或者西装过来 你们还是要身上有一点点的童话的事物 让我们那天开一个半夜的party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 YES娱乐新闻